你可以教我一点别的东西吗 你都快赶上奥运选手了 我能教你什么 字 有一些字我还不认识 字 可以啊 你看 这些字我都认识 可是 他们拼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不认识了 比如说 啃 老 还有 防 奴 难得 是有一种食物 是叫老的吗 还有 怎么还会有奴隶啊 啃老指的不是食物 是指 年轻人明明有能力在外面工作 他却不去工作 在家里靠父母或靠亲戚养 那灵溪是这样的人吗 灵溪 我认识的灵溪她不是啃老 她虽然 心可比较火爆一点 但 还是一个非常自力更生的人 算是房奴吧 你刚才讲的房奴 房奴的意思是 你辛辛苦苦苦工作赚来的钱 全部拿去缴房贷了 是房子的奴隶 生活过得非常辛苦 会很多吗 要很努力很努力地赚钱 才可以还得清吗 很努力才可以 那灵溪还是挺辛苦的 难怪 她去跟老板要债 把我放在了这里 你真的是很善良吗 很单纯 那 为房子努力的人 就叫房奴 那如果是位朋友努力的人 是不是就是朋友奴 灵溪是我的朋友奴 我也是她的朋友奴 取一反三的能力不错 你可以教我写字吗 我在外面待了太久 我 我有一些字 已经忘记怎么写了 可以啊 我教你写 你的名字呢 墨 草字头 下面一个约 我的约 再打 墨 格 立 我不想知道 我的名字怎么写 我想知道 灵溪怎么写 她是 哪个灵 哪个溪啊 好 灵 溪 我 我 就是 我 我 在 这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